今天咱们节目播出这一天是龙年的第一天 在这里先祝大家龙年行打运 何家安康 放飞头脑 思绪飞扬 朋友们好 2023年8月有一条朝鲜的新闻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 只听得朝鲜电视台的女主播 用特有的 铿锵有力的语气激动地说 在海军节来临之际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金正恩 带着心爱的女儿视察了人民军海军司令部 这将永远被载入朝鲜的史册 画面上只见穿着白色制服的朝鲜海军仪仗队 整齐地迈着额部弹簧腿在前方列队走过 金正恩挺着大肚子站在红毯上检阅 他的身边则站着一个穿着白色上衣的小姑娘 表情有点局促不安 这个圆圆脸的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 十岁的金主爱 也就是朝鲜电视台主播所说的亲爱的女儿 对朝鲜这个神秘王朝来讲 领袖的家庭信息从来都是机密中的机密 然而那个所谓亲爱的女儿 竟然和最高领袖同框共同检阅军队 这不仅是金家王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儿 而且也是朝鲜自古以来的稀有事件 陪同检阅军队有强烈的符号意义 暗示着和最高领袖分享王朝的命根子 枪杆子 立除之意跃然直上 原来金正恩不是要立皇太子 而是要立皇太女 小金果然不是寻常之人 不来就不来 要来就来个忙的 金正恩做出这个魄力之举 他绝不传递出模糊的信息 一定要足够清晰 在检阅仪仗队之后 金正恩又带着女儿金主爱来到了大厅 金正恩在主席台上读稿 台下全是朝鲜的军官 金正恩把女儿既通过镜头 展示给全国 也专门把女儿带到了 手下将官们的面前 让他们认清谁是未来的主人 显然王朝的注食军人们是get到了 他们紧盯着主席台 一张张面孔激动不移 有的人甚至是泪流满面 终于白头山神圣的血统 有了继承人啊 我大朝鲜有后了呀 而十岁的小姑娘 则是坐在主席台上 靠中心的位置翻看着文件 能不能看得懂是一回事 但是不得不说 小姑娘的领导范儿十足 翻文件的动作是很沉稳的 从2022年起 金正恩就把这个圆圆脸胖乎乎的女儿 推到了公众面前 朝鲜发射洲际导弹之后 朝鲜的媒体上登出了这张照片 配文是 敬爱的总书记金正恩 带着珍贵的女儿视察发射现场 同时朝鲜还推出了八张纪念邮票 小姑娘的圆圆脸出现在了五张邮票上 这更加是一个清晰的信号 导弹发射时刻在朝鲜从来都是领袖的独占 它代表着朝鲜威慑美寒冲向宇宙的宏图壮举 而圆脸小胖姐姐也分享了这一荣耀时刻 那除了说明她是下一任领袖 就实在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释了 紧接着 小姑娘又频频在朝鲜媒体上露脸 她在三个月之内就露脸了六次 她不仅出现在建筑工地的奠基仪式和体育赛事上 甚至还出席了朝鲜国防高级官员举行的宴会和阅兵市场 伴随着小姑娘的每一次露面 她的头衔都在不断变化 珍贵的女儿 尊贵的女儿 心爱的女儿 最后更是被称为了星辰女将军 星辰将军是金家继承人的统一头衔 金正恩和金正日在当太子期间都被冠以过星辰将军的头衔 但诡异的是 朝鲜媒体绝口不提这位小姑娘的名字 似乎如此重要的一个小姑娘是无名无姓的 现在外界知道她的名字叫做金主爱 而且很稀奇的是 还是由美国NBA前篮球明星罗德曼透露出来的 2013年金正恩突然高调邀请罗德曼访问朝鲜 因为金正恩从小就是NBA的芝加哥公牛队的忠实球迷 而罗德曼曾经在公牛队担任大前锋 外号大虫 那是因为他防守的时候 擅长像蠕虫一样粘住对手 大虫在朝鲜受到了VVVVVIP级的款待 他和金正恩在豪华游艇上谈笑风生 在金正恩的私家小岛上吃着金家御用大厨 做出来的高级寿司 一起抽着哈马纳雪茄喝着昂贵的鸡尾酒 在享受了七天七夜的七星级服务之后 大虫得出了结论 金正恩并不是外界传言的独裁者 而是一位向往自由的领导人 后来罗德曼又去过四次朝鲜 他高声宣布朝鲜人民是他永远的朋友 同时大虫还羡慕地说 金正恩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一个美丽的妻子 一个叫主爱 Ju A的可爱女儿 大虫骄傲地说 他还自己亲手抱过这个女婴 直到此时 外界才知道了这位金公主的存在 从这两年金主爱 密集亮相的照片当中 不难看出她的地位和未来 在一张照片中 金正恩的亲信 年过半百的朝鲜劳动党 军政指导部部长朴正天 半跪在年仅十岁的金主爱旁边 说着悄悄话 一副忠仆伺候主人的姿态 而小姑娘则是心安理得的校长 在很多照片里 曾经在金正恩身边 占据过重要位置的皇姑金与正 都要毕恭毕敬地 站在小姑娘的身后 所以金主爱的地位不言而喻 就连韩国的最高情报机构 国家情报院的资料上都写着 从金主爱亮相以后的活动内容 和所受到的领域看 她是最有潜力的接班人 于是人们纷纷惊叹 朝鲜最年轻的女帝要横空出世了 可是同时又很疑惑 金正恩难道没有别的孩子了吗 就一定要推出这个女孩 作为继承人吗 其实根据韩国国家情报院的资料 金正恩除了金主爱之外 还真的有另外两个子女 这三个孩子分别出生于2010年 2013年和2017年 年龄分别是14岁11岁以及7岁 金主爱名列第二 而且根据韩国国家情报局的资料 金正恩的第一个孩子应该是男孩 因为2011年金正恩向外国购买了一大批儿童用品 其中包括了纸尿布 男孩的衣物 儿童手枪等等男孩子的玩具 第三个孩子 至于是男是女呢 情报局还没有侦查出来 但是金正恩有长子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是明明有儿子的金正恩 偏偏回避了长子 选择了金主爱 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反常的事 说到这儿 听下来预告一下 资讯安全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在本集节目的末尾 会有一段工商时间 向大家介绍一款 我们团队正在使用的 安全上网地器Express VPN 请有这方面需要的朋友 不要错过本集影片的末尾 就拿朝鲜自己来说 从1948年建政以来 政权就一直被金氏家族的男性成员 牢牢地把持账 金正恩的爷爷金日成 掌权了46年 将近半个世纪 他爹金正日掌权17年 朝鲜的高官当中 也只有少数几位女性 比如金正恩的包妹金与正 外交部长崔善基 和宣传鼓动部副部长玄松岳 顺便说一句 玄松岳大妹子 虽然比金正恩大了将近十岁 但却是金正恩传说中的 前绯闻女友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女性在男权传统深厚的东亚社会 做到一把手的情况 历史上虽然不多 但是有 比如中国有武则天 和历史上常见的太后垂帘听政 朝鲜新罗时代有善德女王 日本有推古女天皇 和多位曾经带天皇摄政的皇后和公主 可是在国际共运史上 不管是哪个共产党国家 还没有女性成为最高领导人的例子 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在共产党体制当中 权力斗争更加残酷激烈 女性要在这个体制当中 晋升最后接近最高权位 比男性难度更大 也许是由于共产党体制 压根对女性就更加不友好 总之让女性成为最高权位的继承人 金正恩在朝鲜算是破了一个大例 一定有不得已的原因 也表明朝鲜当前 其实是兼有皇权社会 和共产党社会的双重特点 所以外界猜测三胖的长子 要么是性格脾气上不合金正恩的意 要么就是身体不好 所以金正恩才无可奈何地 选择了女儿作为继承人 可是更令人奇怪的一点是 金正恩他是1984年生人 今年2024年才刚满40周岁 正当壮年 即便现有的子女当中 没有合适的继承人选 他可以再生 也可以假以时日慢慢观察 当前子女们日后的成长变化 那为啥要急吼吼地确定 年仅10岁出头的女儿 作为继承人呢 遥想三胖当年 虽然在8岁的时候 就被老爹看中了 有接班人的潜质 但是直到24岁 金正日67岁的时候 才让金正恩在朝鲜的媒体上露面 正式确立了他的接班人地位 包括金正日自己 也是在21岁以后 才开始在媒体上露面的 所以网友们 对于金正恩让年仅10岁的女儿露面 最大的猜测就是 金正恩患有某种顽疾 难以治愈 而且随时小命朝不保夕 在2023年底金正恩露面的时候 眼尖的网友就从影片当中捕捉到了这样一个画面 画面显示金正恩的左脸上长了一颗油 有懂医学的网友声称 根据油长出的位置和外形 这是一种丝状油 特征就是油的表面 有肉色的细肠增生物 主要成因是感染了人乳头流病毒 人乳头流病毒缩写叫HPV 学术范儿点说 这是一种DNA病毒 主要经由生殖系统接触传染 病毒会感染人体表面与粘膜组织 通俗的讲就是性病 感染上HPV后 轻则出油 重则致癌 多说一句 伟大领袖得性病也不是啥新鲜事 2004年欧洲权威医学刊物 欧洲神经病学杂志 就刊登了一篇论文语出惊人 说共产党的伟大导师 列宁就是死于梅毒 作者说 他查阅了前苏联 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发现了这一秘密 资料显示 1923年列宁病重 他的医疗团队将近30人 其中包括医流的 德国和瑞典医疗专家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 给列宁开出了 当时专门治疗梅毒的药物 典化甲和沙尔凡森 而且资料显示 这位伟大导师 从25岁起 就开始接受梅毒治疗了 一年后列宁去世 前苏联官方尸检之后 给出的死因是 1918年 列宁曾经遭遇过一次刺杀 留在体内的子弹 留下了诸多后遗症 同时 他还患有脑血管动脉 周样硬化 所有这些原因 共同造成了列宁的死亡 可是 列宁医疗团队 30人当中的20多人 都拒绝在尸检报告上签字 其中包括了 两名列宁的私人医生 文章认为 那是因为列宁的真实死因 是在青少年时代 因烂焦和嫖剂 患上了梅毒 终身未愈 最后侵犯到了神经系统 才致命的 而留在列宁体内的那颗子弹 也许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 文章的现身 也解释了一个世纪疑问 为什么列宁28岁结婚以后 却终身没有子嗣 那是因为严重的性病 会导致患者不愈 当然 苏联官方给出的答案是 伟大的导师认为 孩子是革命的负担 所以毅然斩断个人情感 把所有的热情奉献给了革命 因为有了伟大导师列宁做对比 在联系上金正恩 吃瓜群众们 就思绪飞扬出了一种结论 会不会是因为欢乐族太欢乐了 所以朝鲜的伟大领袖 也感染上了一种不可描述的病症 其结果就是后来丧失了生育能力 那当然是在有了前三个子女之后 才发生的事情 而且金正恩还有短命的危险 所以才迫不及待的 在40岁的时候 把10岁的女儿推到了前台 当然光凭一张画面 就脑补出金正恩患有重病 还病得不轻 听起来有点像笑话 但是网友们的脑洞 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金正恩曾经几次传出过重病的消息 2014年 金正恩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大约40天 在露面的时候 他处上了拐杖 那个时候朝鲜官方媒体都承认 领袖有危样欠安 2020年4月份 金正恩又消失了好几天 甚至缺席了最重要的庆典活动 太阳节 太阳节是纪念金日成诞辰而设立的节日 2020年是金日成诞辰108周年 是朝鲜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节日 也是金正恩从做太子起就没有缺席过的活动 但是在2020年他却缺席了 因此所有人都猜测他是不是得了重病 确实当天不适合露脸参加公开活动 十多天后 金正恩又出现在了公众视野里 但是却肉眼可见的憔悴 而且从金家的家族病史上看 金日成和金正日都死于突发性的心脏病 而且都有糖尿病病史 金正恩本人也过胖 烟酒也从不离口 所以他出于健康亮红灯 急于推出新的继承人 也是非常合理的解释 但是金主爱离成年还有8到10年时间 哪怕成年了 离政治成熟也有一段时间 还需要历练吗 能否驾驭局势也是未知之数 如果在这10到20年期间 金正恩突然病倒 不能逝世 那么小女帝的前途就充满了变数 光是在旁边虎视眈眈的姑姑 就足以让小姑娘难以招架了 我们在《皇姑金与正》那期节目当中 介绍过这位两面性极强的女性 按照东亚传统文化的排辈 金与正算是长公主 她曾经是2020年金正恩神隐期间 朝鲜危机内阁的灵魂人物之一 当时她和皇叔金平一一文一武 金与正抓牢了笔杆子和印把子 金平一抓牢了枪杆子 维持了疫情加金正恩神秘失踪期间 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不过从金正恩2020年恢复露面以后 金与正的热度暴跌退居幕后 回头看这与金正恩要推出女儿 作为接班人有关 那么曾经风光无两 离最高权位仅有一步之遥的皇姑金与正 会甘心屈居于只有十几岁的侄女之下吗 这在未来是个大大的问号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猜测 就说金正恩推出女儿来 他除了有健康方面的考虑之外 也很有可能是一种烟幕弹 朝鲜在2006年打破承诺 又恢复了核实验 联合国安理会随即通过了 多项针对朝鲜的制裁决议 全球向朝鲜禁运军需物资 但是金家仍然置若网闻 继续在2009年和金正恩继位以后的 2013年2016年连续进行了四次核实报 于是国际制裁也持续加码 朝鲜被踢出了国际金融体系 然后朝鲜也拿不到黄金 以及航天所需要的太稀土等等矿产资源 最后连煤炭和铁都被禁运了 外界报道 现在朝鲜多个地方的人 连牙膏都用不起了 但金正恩毫不理会 继续着自己的强国梦 2023年11月 朝鲜发射了第一颗军事侦察卫星 万里静一号 卫星上天几个小时之后 据说金正恩就查看了 关岛美军的军事基地图像 朝鲜所有媒体都欢呼雀跃 统一高呼 在伟大领袖金正恩的领导下 我们朝鲜太空强国时代来临了 同时金正恩对邻国也毫不客气 2023年12月的最后一天 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九次全体会议的闭幕报告当中 语气超强硬地说 朝鲜和韩国已经完全固定成两个敌对国家 不再是同族同宗了 然后金正恩说 美韩对朝鲜的各类挑衅愈演愈烈 朝鲜要对其予以坚决粉碎 如果美韩选择反朝军事对抗 朝鲜就会毫不犹豫地发动一切超强力手段和潜力 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 一副要和世界干到底的模样 但同时金正恩又把小女儿推到了前台 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爱家爱女儿的人设 他通过大重罗德曼屡次向外界表示 自己深爱女儿 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生活在一个有核威胁的世界里 另外这种突然立储的行为 也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战手段 就是让外界怀疑金正恩健康随时不保 只要他一挂掉 朝鲜就可能改换领导人改嫌一辙 从而对他目前的挑衅采取容忍态度 也就达到了金正恩想让国际社会 接受朝鲜核武力增长的继承事实 这个目的 韩国国家情报院在猜测 金主爱会是下一任朝鲜女帝的同时 也怀疑金正恩在释放烟幕弹 金主爱并不是他最中意的人选 最后接替他位置的会是他两个儿子当中的一个 不管最后朝鲜接替最高权位的人是谁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朝鲜人苦难的行军还没有结束 在三胖之后 有可能还有四胖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咱们今天的话题 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柱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小金真是想让他和他哥金正男的故事 在他自己的下一代身上重演吗 那么好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工商时间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关于北朝鲜的内容 在这里介绍一款 我们团队最常使用的VPN Express VPN Netflix Disney Amazon Prime Video 这些流媒体平台 会根据用户所在国提供不同的节目 因此不同的地区 你只能看到平台上的一小部分内容 但是通过Express VPN 您可以一键更改在线的位置 就像这样 于是就可以观看到您想看的任何内容 其中也包括了介绍北朝鲜秘密的纪录片 如果您把地点切换到新加坡滨海湾 还可以观看所有最新的中文剧目 此外 新加坡的Netflix上面 大部分内容都有中文字幕 方便您的观看 另一个使用Express VPN的重要理由是 Express VPN保证了您的在线安全 当您在公共场所上网时 黑客可以轻易通过同一网络 窃取到您的密码 信用卡号 银行信息等等敏感资讯 不仅如此 只要有人和您使用相同的WiFi 还可以看到您在网上查询的内容 但只要您打开Express VPN 您的所有流量都会通过加密服务器发送 因此没有人可以侵犯到您的隐私 您只需要轻按一个按钮 就是这样 就没有人能够看到您曾经在网上做了什么 而且Express VPN适用于所有的设备 手机、笔记本、电脑、iPad 因此无论您身在何处都可以受到保护 请在随意观看您新仪节目的同时 保护您的在线隐私 请单击下面描述框中的连接 expressvpn.com slash WENZHAO 如果您使用这个卓越连接 将获得额外三个月的免费试用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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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